來 黑熊部隊 追 我們又是同心 又是同血 我們今天有信民事長的指示叫我來犯罪中環學 但是犯罪中環學裡面 我們一定要知道 什麼叫為什麼警察可以做犯罪中環的工作 所以我想他們已經有先發給你們過位 但是前面我都是原則上都是總折的 也許都是總折這一方面比較重要 總折方面 後面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因為為什麼說是同心呢 我的身份證261號 很早啊 我跟民事長同一起的 這裡有一段故事 因為民事長剛剛開幕的時候 他要告美國成功以後 我曾經請示過他 為什麼你向美國提告示 美國聯邦司法 怎麼會受理這個案子 他就告訴我 我是依照台灣的人權 告訴你 我說你來行的啦 所以他一定要受理 他只有他一個人還不行 他召集了228 就是280 這樣子他去告示受理 結果還是他贏了206年 開始告的 然後208年成立台灣民政府 210年就是美國核准成立台灣民政府基金會 就一路走來就是照規定 好 今天我們我大概一點 因為一個半小時要大家 大家有沒有在警察機關待過的人 或者服務過的 有沒有請擠擠一下看看 還沒有 那有沒有寫過法律的 法律課程的 請擠擠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我知道 這個法律啊 不是隨便要依法 為什麼要有法律 就是要依法 首先我們也知道 法律要有位階 他的位階就是說 比如說在中華民國 當局也好 或者托管地也好 他的體系下 為什麼 來講 憲法是最高法律 任何法律不能跟他底次 再來就是法律跟條例 法律條例就是要經過 立法院三讀通過 第三層是行政命令 所以有些行政命令 他就隨便改 我在考警察 台灣警察學校的時候 他就明明招生檢章學 不要當兵 所以我當然了 我近日警察 機關服務 有三種原因 這個有時間我會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不想當中國兵 因為當時 然後來因為我看 他跟日本兵比起來 裝備 過項 好像 剛剛來的 大概 不是很正規精隊 過來的 所以這一點 我說 先報告各位 好我們先來 先開始 先知道警察制度 警察制度 他的依據 當然 這些警察法 一共有二十條 這些二十條 可能都要會考的 本法 一憲法 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項 第十七條 制定制度 因為這個等於考試 是給你們 複習了 但是 絕對 試得多 推得少 但是你們要小心 人家是有警示一定要考一百五 沒問題 為什麼要了解 人家是用實題 來給你們講的話 很不容易 是非題沒有辦法這麼考 問答題可以 所以這個一定要照條文的 不能更改的 更改一個字就是非 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考試一個密解 所以 一憲法 第一百 就是講說 警察制度 警察制度包括很多 任官 什麼什麼 勤務制度 這些都包括在這裡面 第二條 警察任務 依法維持公共刺繫 保護社會安全 防止一切危害 促進人民福利 這個簡單來講 他的主要任務 有這前面三種 促進人民福利 就是輔助的任務 但是也是任務 也是任務的一種 這個很明顯的 有些 來拜託警察 給他20年沒有意見的親友 他能夠幫他 圓滿 這個很多案子 這都是刺進人民福利的一種 第三條 警察官制 官規教育 福祉 勤務制度 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 由中央立法 並執行之 或交由直轄市 因為神已經被凍結了 所以他修改這個法令 由直轄市 或者縣市 執行之 執行一定要 這個不一樣 立法要中央立法 但是 等一下他講到 有關直轄市警政 第二條 這個第二項 警衛及縣市 警衛之十四項 其立法及租行 應分屬於直轄市 縣市 為什麼 這個就是 現在有地方自治條例 所以這些 簡單的警政 要依據那個管轄區域啊 來辦 所以他也可以 只要是屬於 直轄市的管轄區 當然 他就由他來立法 並執行之 這個有講的 第四條 內政部長理全國警察行政 並指導監督過直轄市警政 警衛 縣市警衛的實施 他當然可以 就是內政部啊 他是 掌理 就全國警察行政的 但是他本身不能執行啊 他就是 他要第五條就規定了 由內政部 設警政時 執行全國警察行政訴務 並長理阻列全國性警察業務 哪幾種呢 全國性的 譬如說關於公衛中施 準備應變及協制地方治安的保安警察 我看保安警察 現在已經成立到機器隊了 這個 中央成立的 第二 關於保護外橋 及處理事外案件的外事警察業務 這個本來 這個事情也蠻多的 我有實際的案例 我跟 在 中華民國跟美國還沒有斷交的時候 美國在台灣 他不接受中華民國的憲法 他是有一個在法地位協定 這個有時間我會補充 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實際上的遵防犯罪裡面 第四 第四款 關於預防犯罪及協制偵查內容外犯 重大犯罪是刑事警察業務 刑事警察局 現在警政時有這個刑事警察局 是他的次級單位 他這個專門 誰是真訪犯罪的 他是專門是設這個刑事警察局 在各位就應該曉得 有刑事警察局 關於 第五款 關於防後 連跨四省 服務及警衛 跨海之水上警察 這個在我們高雄還沒有 只有一個台灣嘛 小島 都沒有成立這個 關於防後 國雲 鐵路有鐵路警察局對不對 航空 航空警察局 你們去小島 公款 公款有保安大 保安總隊 神林 遺言等事業受制的各種 專業警察業務 好 第六條 前條第一款保安警察 亦有必要派往地方 執行主務時 應說當地行政所長的主妃監督 這一條 這一次協運 至於太陽花協運 就發生了 他由保安警察來派出 給這個松山分局長 這個應該由分局長 有主揮監督的權力 所以他們都推了 推來推去 有些不敢承認 所以這個不對的 他要受這個 保安警察總隊長 他派出到那邊的話 就要受那邊 這個地方警政所長來 來指揮監督 來指揮監督 那個刑事警察呢 監受當地法院檢察官的指揮監督 為什麼他可以 警察為什麼可以犯罪中犯 他是原則上 警察有規定 他是協制遵防犯罪 協制遵防犯罪 他假使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都是 變成協制變成主辦了 有些所以這個 這個沒有造作法令 有時候自己吃虧的 你應該是 一有刑案 應該通知檢察官 這是我實際 擔任這個刑事組長的時候 我這是 第一個有重大刑案 我就先報告檢察官 事實上都是我們在主動辦 但是有個檢察官 給我們做主的話 一切都OK 我要收收票 以前都是檢察官發的 現在要到法院申請的 逮捕啦 逮捕啦 居體啦 種種的 我都是 包括檢察官 檢察官 沈志儀 我請他到我辦公室 借我的辦公室開臨時艇喔 我在旁邊看喔 很 我給檢察官講 我說我沒有看過 這裡面的內容 其實我有看過啦 我看過內容 我直接交給你 怎麼辦 因為一有疾鎖的問題 比較有疾鎖的問題啊 我都會請檢察官到場 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還有其他呢 有種的 譬如過該事業主管機關 過該事業主管機關 這有很多的 森林警察啦 現在有什麼電信警察啦 還有各種警察 都是要商城內政部成立的 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專業 叫做專業警察 第六條 這個第七條被三尺了 第八條就是 直轄市政府受市警察局 那內政部受什麼 警政室對不對 這個 他裡面 警政室裡面 當然也有次級單位啦 比如說他有刑事警察局啊 保安警察總隊啊 這個都是警政室 主屬於警政室啊 那這個直轄市呢 直轄市 他就可以設立 什麼 警察分級啦 保安大隊啦 交通大隊啦 這些都是都是屬於地方區的啊 第九條 警察依法刑事者類 之前啊 發布警察命令 違警處分 這個來講是比較 也許大家比較不清楚啊 但是 這個 這第三款呢 就是 協制偵查犯罪啊 所以 我們犯罪中方協 就是根據什麼 就是根據這一條啊 協制偵查犯罪 只要我重點的一定 我相信他會 閉考的 哈哈 所以你們這個 要注意啊 還有 執行 受受扣押 居體及逮捕 這一條也是 檢察官的指揮 現情況我們警察可以逮捕 準現情況也可以逮捕 以前 我們警察 很多都沒有叫依法 什麼叫沒有依法 不是現行犯 你把他逮捕於送法辦 有些檢察官就把你 犯過當犯罪 這個安全妨礙 妨礙自由給你起訴喔 因為你也沒有給他 申請收拾票或者鞠票 你警察就逮捕 他不是現行犯會現行犯 當然他行訴法有規定 我曾經抗議啦 不能這樣子做啦 警察哪裡有現行犯好捕啊 很少的 所以他裡面成立了一個 進行機體 進行機體的就是說 我問老百姓問誰 你逃跑了就可以逮捕你回去 雖然這個沒有犯罪喔 所以裡面當然這個生意層 在刑款裡面我們 不在我們現在講的範圍內 這個 還有行政執行 這個在比較勤務的時候 執行勤務的時候這樣 使用警戒 這個使用警戒也相當重要 使用警戒我們警察都是使用錯了 就是血運的 我會告訴你們 在警戒使用條例的時機 就是嚴陰啊 為什麼可以用這個 他有脅迫跟危害 那他們血液有沒有帶什麼東西啊 血運啊你可不可以打人嗎 不可以的 所以他們現在害怕了吧 他們有幾個專家 他不直接告發給檢察官喔 他們這個內行的 要是來問我我就告訴他 你可以注釋 所以他就告 他沒有誤告罪 他放心好 他有事實認證 所以這個律師團 組成一個 告這個行政院長 告這個警政署長 告這個分機長 告警察局長 這四個大頭殺人為誰罪 當然啦不一定成立 但是他頭痛 有時候講來講去 他分開給他詢問啦 所以這一點齁 這一點你就知道 自己不鎖罰的話 將來很麻煩的 人家家屬有給你拍照 一個警察 除非你警察自己承擔啦 所以我自己情緒化耶 害我好幾天都睡不了覺 所以我會打你這次啊 上面有告知啦 但是不足犯罪啦 那假設他講說 上級可以命運打的 上級是哪一個 他也要同等的罪名啦 所以不好玩耶 這種警察不能幹 再來是有關警察業務是保安 證實交通衛生消防救災 營業市容 戶口叉叉 戶口叉叉 戶口叉叉這個要 外事處理 這個都是社會案件的處理 這裡面都有 其他應執行法令 第四條 警察所謂的命令和處分 如有違法不當人民 依法的事情行政制 這個知道就可以了啊 警察官只才分立制 其官等為警監警政警佐 我看這個不是 警佐是不是警察官啊 警員是不是警察官啊 誰知道 警員 警佐是不是警察官 他是警察官耶 他是下 那個警察法規定裡面 他是得裁警員制 所以你要修改 你只要用一個名字 比如說刑事警察 他就改成偵察眼 好聽嗎 警員也是一樣 警員 現在警員都 我們都知道警佐 警佐有1顆星 這個警察有1線1顆星 現在很少看了 1線2顆星也很少看了 現在1線3顆星 幹警員啊 他是經過特種考試 高等特種考試通過的 所以他也是 他也是警察 以前我是從 講1線1顆星 比較懂 因為那個時候 還沒有實習生 實行 還沒有經過特種考試 7個啦 所以 我等到我到警 警官學校 畢業回來 我還是帶子帶星 受訊 所以我回來時候 是1線 還是帶1線2顆星的 外視警員 但是呢 很多不要說 我們自己 外國人不知道 但是他都很尊重我們喔 他就講 對警察來講 他是Police Officer 每個人他都是很尊重警察的 這是警察官喔 他呢 因為以前這個 美國的軍艦啊 7組艦啊 都是到高雄 高雄來放假 但是第一 沒有來過 進來的這個 軍艦啊 第一個 我們要先去拜訪他 告訴我們 這邊的風食習慣 一切所必須要知道的 告訴他 結果有一次我跟主管 主管是 兩線1顆星的警政啊 我是帶1線2顆星的 肩膀放在肩膀裡面啊 看 結果到 用小廷 要上軍艦的時候 我看他們的執行官啊 就喊 Attention 然後去哨子 欸我看不太對啊 他這個很嚴重 他這叫部 Attention教大學都注意喔 他說 2-staging law alignment 他把我當作二薪將軍喔 上去喔 當然 這個戲我演下去 為什麼 這個是國際禮儀 所以那個中校的艦長 他就出來門口 等我 開始禁禮 向我禁禮啊 我是上 曲族見 向向他的傳委 為什麼向傳委啊 他是美國國旗 向向國旗禁禮以後 再來 回他的禮 變成我大 比他大 其實我是秦佐 是等於委任官啦 他是中校 中校級等於是 文官是建任官一樣 他比我大 但是 我這個主管也是 要配我演啦 所以上去喔 但是我上去以後就到 VIP論就告訴我 我就給他解釋 這個警察階級是怎麼樣 那就沒有問題啦 就沒有私理啊 一定要給他報告 給他說明的 那這個就是官等 官等是警 知道嗎 警尖是三線 他是講 一線 一線的是等於 軍佐 軍佐就是委任官啦 就是 在軍隊裡面就是等於 這個 衛官啦 就是等級就這樣子 那個警政就是等於 檢任官 這個 檢任官 這個警尖就是 這個 這個 檢任官 就是這樣子分啦 那當然 一顆心 是四階 他是講應該是 警政二階 像我剛剛退休就是 警政 警尖二階 警政二階 警政二階 就是等於 他們就 真的 2-star 這才是 2-star 不是剛才一線 不是 2-star 這個 大家了解一下 警察 你看這裡第四條 他就說明了 他個警察 基層人員 都裁警員制嘛 對不對 剛才我講過啦 這個第十二條 他是規定 給你規定 你假使要 想一個更好的名詞來 代替警員的話 你要修改 修改這條法令 修改法令 你都要立法院三途通過 好 比較麻煩 那這個第十三條 是警察行政人員制任用 以承受警察教育 和經中央考全合格的違憲 第十四條 刑事警察受檢察官的命 執行主務 只有廢止主務 刑事 其主管長官 應接受檢察官是提警 依法以承示 所以檢察官命令警察 侵察犯罪之說不能代夫的 他可以申請處罰的 所以 中央第十五條 中央受制警察大協 警察中科學校 這是地方不能受警察大協 第十六條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 按中央各 情形規法之 這個了解一下 第十七條各級 警察機關制 設備標準也是一樣 中央 各級警察機關 警察大協 警專 這個武器彈藥 統治隊也是由內政部 那是中央的 本法射清細則內政部 第十二條 本法制公布日施行 這個警察法 目前 有沒有 不了解的地方 這個警察法等於是母華 怎麼警察制度就是 依據這個來定 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有時間 這個 所以 我們 這個指數 一定要 一個半小時要這些 把它都完 原則上這個要 這個 這個警察法應該沒辦法 所以讓大家都要知道一下 第二條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以前 這個也是我抗議過 以前 既然時期 他把它警察人員 管理條例 把人當作管理 他反正以前是這樣 所以說現在改了人事條例 他把人當作物質來管理 所以有些 第一條 本條例依公務人員 但人用法 他警察不是每個人都是經過警察 這個訓練過的 裡面有行政人員 對不對 所以也是要依照這一條 即警察法第三條 所以警察法是母華 這個是等於是 警察法第三人注定的 所以僅是人事條例來講 警察人員人事事項 依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未規定適用其他 有關的法規定 這沒有什麼特別 第三條 本條所乘警察人員 只依本條例 任官受接執行警察任務之人員 並不是在警察機關 都是叫警察人員 他有一些是行政人員的 譬如說雇員辦事員 這現在都變成世紀了 這些都是辦會計的 這些都不是警察人員 他也是有 第四條 警察官職分立 官受保障 自得調任 非依法不得 免官和免治 這兩天大家 各位家屬有看到報紙上有寫 這個神經有問題的 要把它修改法令 說不能認警察 不能認警察人員 當然現在有些很頭痛的 警察有時候壓力也大 滿大 有些神經發生重大的挫折有問題 你說要射於他槍枝要不要 射於他槍枝有時候他隨便打人 很危險的 所以現在已經要提出這個修改 因為公務人員嚴重用法沒有追調規定 就是說神經病理他可以抑制的好啊 所以公務人員可以任用 警察因為要配槍比較危險 很可能會修改掉 就是不能任用 然後剛才我講過的 警察官等分為警政 警卓 警監官等分為特任官 特任官最大 內政部長就是等於特任官 內政部長算警察的人 他是首長 他特任官 特任官最大 再來就是 一二三四階 當然 這個一當然 一般來講一就是警政來講 一都是為最高階 經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所以不管是警員 受個警察特種考試機構的 反正是警員尋佐也好 什麼都是警察官喔 有些不知道的 以為這個 跟警隊不一樣 警隊有兵 有士官 所以有一次 我一看外事警察 他把這個警員 他翻成Police Sergeant 警察士官 我也抗議 我說不能這樣子 你乾脆寫Police Officer 不行啊 不能 這個也是他自己創造的 誰叫你 警員是 你翻英文字典 有翻Police Sergeant嗎 沒有的 裡面自作自抓 對不對 很多都是這樣子 有錯 第六條 你任警察官前 請你任機關協校 應就其個人的品德 忠誠訴訊 經歷及身心健康狀況 實施查核 必要時得狹情有關機關協助辦理 這個當然需要 因為身家調查啦 這個比較警察特製的 前線查核的對象下 默契方式其他相關 事項辦法由內政部定制 警察官 以任職前 應注意其資歷 職能協識 經驗及領導才能 並考量其任職之地區 語言風時習慣 民情等適應能力 這個也都是警察 人員特別規定的 這個 第七條 出任警察官時應宣示 這也是普通行政人員很少的 這個也是 第八條 警察人員的支撐 依過警察機關 指出法規這規定 這個一般我們講 他科研啊 什麼這個支撐啊 這是按照警察指出法 另外一個課程啊 這個 大家了解一下好 警察人員由內政部管理 或交由主小市政府管理 這個 本來是 總則就 大家給大家了解一下 重點是我們在犯罪中防罪方面 但是這個也大家都曉得 他譬如說他 任官啊 有新任警察官的年齡 警卒40 警政45 這個警監50 還有 假使有些 就是出任的時候 假使你升等喔 我到56歲 能不能升警戒 那可以的 他是 他搞懂 就是這樣 好 我們這個警察人員 人事條例啊 原則上 這個給各位報告 總則我們知道一下 好 這個 再來就是 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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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使用條例啊 警戒使用條例 世界上啊 可以沒有軍隊 但是不能有警察 不能沒有警察 你曉得 這個警察在美國國家 不管哪一個國家 通通有這個警察 你不然 尤其我們黑熊部隊啊 將來你要主導 或者指揮 或者執勤 更要知道 這個內容啊 有時候 在還沒有主政以前啊 你也是大同小異 你要看一看 我聽秘師堂指示喔 將來我們 連則上犯罪喔 不官的 我說 這個實在是聰明的 解釋 為什麼 他是 用鞭刑啊 鞭刑 鞭刑 目前在新加坡 有在執行鞭刑啊 打屁股啊 那個很重的啊 打一下你就五六天的這個 有的會流血的 當然他用機 以後不是用人啊 用機械的 機械的 這個人 給醫生看 能不能承受 重大的打擊 一次可以打幾次啊 兩次 不要說一次 我看新加坡 我去參觀過啊 打一下 屁股就好痛啊 那你明明曉得犯罪中防 什麼中防啊 你抓來打幾下看他 有些還是要犯罪的 OK 所以這次 他有一個新冠眼神 在 屏東地區 有一個新加坡的士兵 他在聖手牽牙 結果趴手的主管把他抓來 一定送到我單位 送到我單位來 他也是沒有脫北優待 當然按照我們 中華民國體制要 切到這些移送的 所以那五年以下要去推進 結果他們指揮官少將 就來找我 說能不能給他們 因為他們 晚上兩點飛機要 飛來帶這些士兵回新加坡 能不能交給他來處理 我一想一想 他的編型比我們這邊還厲害 我說可以 但是我可以 並不是我擅自主張 我報告自治檢察官 這個自治檢察官 大概沒有畢業多久 我就給他講有這個情況 我要交給我們 交給這個 新加坡的少將主會官 去處理好 因為他們編型比我們國家還厲害 這檢察官給我講 那你交給他 你公文送來我怎麼處理啊 他講沒有道理啊 我說 你有這個機器限制制度 你也可以給他 免於起訴 你也可以給他 切除租金啊 切除租金也是一個原則上 因為他是外國人啊 你把他切除租金 他說有道理 你給我講了提醒我 這個檢察官有時候 我們跟他聯絡 他有時候會問我 我都給他辦事 妻子之境 權力好大 你妻子之境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案子就交給他 所以我給那邊 新加坡 給他很多幫忙啊 他認為我這個權限很大 他不曉得我是報告檢察官啊 不是我三次主張啊 所以他們就 叫我以將軍的待遇去 拜訪新加坡五天啊 這五天當然是公家 他們負責 或者我不去啊 這是我公家去的 所以這些都是 因為你有鞋子他 表示有公於他們啊 所以他就 你這個邀請我去給他拜訪 將官去的時候可以帶太太 校官以下不行 只有他個人可以去 這個有區別的 他這個有區別的 這個 現在我們開始要講這個 這個警戒使用條例 我們原則上這些 大概他們有先給你講 先看一看 但是這些 我不曉得 我的重點就是 比較重要的也要告訴各位 警察警戒使用條例呢 他本來他本身就是母罰 也就是主罰 為什麼 他是根據警察 他必須任何 像調查局也好 安全局 他假設要 執行司法警察任務 他就根據這個來執行 或者他怎麼配槍啊 他不會配槍的 他沒有單獨的法令 這是在警察機關 因為他要偵查犯罪 他要逮捕犯人 所以他有特別的 這個條文來給他們講 第一條啊 警察人員執行主務時 這是律法預計啊 所用警戒為 槓 刀 槍 及其他 經核定制去世 這個 就是他規定的 還有核定的 比如衝鋒槍 他也可以帶啊 他是核定的啦 有核定的 警察人員 以本條例使用警戒時 需依規定穿著祝福 或出示 識別政治警規 或者身份證件 你像便衣警察 刑事警察 他一定要有 這個服務證 他要 主動的出示給人家看 或者你這個是流氓 這什麼隨便 現在這個詐騙集團很多 隨便他出示 隨便都可以這樣子做 以前我是外視警察 但是我派去分局 他要給我換掉一個紅色的刑警警 那以前的刑事警察不得了的 做那個縱貫線 說大飛車 不要錢的 但是呢 我不要 我不接受 他說你不接受 你幹刑事 你怎麼辦 便衣 你要去處理 逮捕人 你要出示證件呢 我說出示證件 不要我出示黃色我的外視警察的服務證啊 他說不行啊 你外視警察服務證 人家不認為你是警察耶 你哪裡這樣子啊 真的這樣子 我去代步人的時候 我出示刑警 他是紅色的服務證 我去給他們看 是黃色的 用英文寫的 還有英文寫的 他說你這個不是警察 哇他對我抗拒呢 他不讓我逮捕呢 不能逮捕 還好我有寫個 我說兩段的柔道啊 所以我還是逮捕他 因為我不是假的 我逮捕他回去分局以後 我說我是不是警察 是是 我是不是刑事 是是是 他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他 或者他在執行 照規定來講 只要我們不亂來 你只要是 真是有識別證就可以啊 這可以辦的 這個 第一項的警總類規 這個警察連員 執行主務時 一有下列過款 情形之意的得使用警更啊 但是警官來講 比較比如說 指揮交通啦 輸導群眾啦 戒備意外啦 這個裡面是 各款情形之意的這個 這個警棍是比較 可以 可以使用用警棍來指揮交通嘛 現在他們都用 晚上都是用那個那個 有燈光的那個什麼來 來來來指揮訪啦 用這個代替啦 反正你不傷害到 老百姓都沒有問題啊 老百姓那就要 依法追究了啊 第三條 警察連員執行主務時 一有下列過款情形之意的 都使用警棍制止 這個裡面當然 啊 協制枕捉犯罪或受受扣押 居體羈押及犯罪等執行 依法令執行主務遭受脅迫時 第三條 第四條 發生第四條 各款情擇於警棍 自主為適當的 現在 他們 使用警棍的 就是 講來講去 小題大做啦 學生來 學運的話 他也賣 你認為他是 把他當作犯罪的人提法嗎 你看看 香港 他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呢 你看那個警察 對於戰績人員 他沒有帶什麼 棍棒警 他是兩個人 好好的把他 抬走咧 哪裏我們這樣子這麼厲害 沒有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這個還要加油 等到我們民政府執行 絕對不會有用這個方法 想想 好這個這個 第四條是比較重要 第四條這個就是 怎麼使用警戒 這個裡面我們 當然 都是警察人員 執行法令的時候 有時候經常 錯誤啊 都是害自己人 他等於害自己人 你看 警察人員執行主務時 一有下列各款情緒的 都使用 警刀或者槍射 現在警刀你很少看 日本警察都是經常戴長刀的 那個時候他們很少戴槍 那現在 這樣十幾到現在 都是戴槍的 我在擔任後勤寇的時候 本來都是用左輪手槍 左輪手槍有沒有用過的 同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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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過兵力 班長都是用 四五手槍 四五手槍是 主動的 辦主動的 他可以聯繫發的 左輪手槍 發一把 轉一個轉一把 比較慢 但是呢 他上面為了要 改這個啊 就下一個命令 說叫警員來評審 究竟戴四五手槍好 還是左輪手槍好 你家是說要輕一點的 當然左輪手槍輕啊 但是作用上就不一樣啊 人家歹徒有時候拿衝鋒槍啊 衝鋒槍在打你啊 你來不及啊 防範啊 所以要四五手槍 所以以後就改四五手槍 四五手槍就是 現在他們所用的四五手槍 好 四五手槍 這個 這個一共警戒使用條例 一共有十五條啊 有十五條 這裡面啊 第四條我給他們 這個 第四條等於是 警察使用槍械的動機 或者原因啊 為什麼要用這個槍械啊 這個要特別知道啊 警察人員執行主義 具有下的過款性 都使用警刀和槍械 為避免非常變故 維持社會治安史啊 這個是比較 然後 騷動行為 所以擾難社會治安 這個比較 理論上的啦 比較少見 依法應逮捕 激警之激捕 脫逃和他人 激捕脫逃史 所以 得使用警刀和槍械 第四款啊 警察人員所防徽出土地 建築物 工作物 戳船 航空器 和他人的生命身體自由 財產 遭受危害和脅迫史 這一條 我不是講了嗎 剛才我講了就是說 這個血印啊 以最近發生的血印來講啊 他佔用立法院也好 或者路過也好 他們自己講啊 在那邊 他有沒有危害到警察 有沒有脅迫警察 應該沒有吧 結果他用警戒使用 不對的喔 這個告是有理的 告他們是有理的 但是他很聰明喔 他把那些 攝影記者都都請掉 怕他們照 留證據 當然是可以找得到 他們有時候 現在手機很多啊 他偷拍 正當地拍啊 把那擺到 拍到誰打 那個 那個警員就倒楣啊 你自己要負責 所以不可以 這個時機很重要 這等於是原因啦 你不能隨便 勾當 這個這個也不行喔 第五是警察人 沿著身邊身體 自由 裝備 遭受強暴和脅迫 這個等於是 他本身啊 身體自由 身體自由 稍微是脅迫的時候 或有事實則認為有危害之欲的 這個也可以使用 這個也可以使用 持有凶器 有出事拘役的 以受警察人想告誡 拋誡 人不聽從者 所以這些都是 以第四條 或者第三款 比較會 警察會使用槍械啦 這個槍械 這個有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個 有一次這個 歹徒拿衝鋒槍喔 結果有一個分隊長 一到有人報案啊 他有除有槍械 所以他去 結果那個歹徒就把他射殺了 差不多將近射了兩顆 差不多沒有重要害 也等於要 不省人事啦 所以 夫就一個分隊長 帶隊來支援 分隊長也拿這個衝鋒槍 這個衝鋒槍呢 一看到歹徒有槍 他開快一點啦 否則他還是要做災案 所以他開了七槍 衝鋒槍是全自動的 三槍從前面 穿過來 從他的前面 因為面對面嘛 另外四槍從後面 從後面打進去 這個案子 由三槍直接送給學校 也就是我在負責的機關來 我一看 這裡面有兩種 寫得不到對 我就請刑事組長 跟承辦人 小隊長 來我辦公室 我跟他講 警察 刑事警察 為什麼可以帶槍啊 他也許警察使用條例 有交 但是都還給老師了 一下子 認了一下 這個警察 不知道怎麼回答啦 我是不是 根據警察使用條例啊 是是是是 那直接使用條例 這裡面 第四條的 一指 六款裡面 是哪一個 他寫那個犯罪偵查報告 是要送給 檢察官的時候 他寫 基於 公務上的防衛啊 公務上的防衛 這裡面六條有沒有公務上的防衛啊 沒有 沒有公務上的防衛 你寫這個公務上的防衛 檢察官不給你起司才怪來 違法 沒有依據這個警察使用條例啊 他才曉得 你這個 明明第三款 第四 跟第四款 你都可以寫的 你自己要防範你的身體啊 他沒有拿帶衝鋒槍啊 或者 你是 這個為了要保護 那個另外一個小隊長的生命啊 危害 所以你當然要 可以使用槍射啊 你要直接寫上去 是依機械 這個警戒使用條例 第四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四款 直接寫上去 這個檢察官就是 你這個來行的啦 所以我改過來了 改過來了 真的有用啊 那個支援部隊不會再去檢察官不會問他啦 他怎麼還要 他還寫一個 未過當啦 使用警戒以前都是這樣子 未過當 未過當 以前是 反使用警戒使用條例 以本條例使用者為正當防衛之行為啊 好 等一下我會看啦 第十二條裡面啊 這裡面第十二條 以本條例使用警戒的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看 有沒有寫 第十二條 警戒使用條例第十二條 怎麼講啊 依法令之行為喔 重點你要特別注意啊 他不是說 是正當防衛的行為吧 以前是正當防衛的行為 你有正當防衛的行為 就有防衛過當啊 但是你今天 依正當的行為 你這兩個 你寫的報告 尊查報告師 要送防衛的 這兩個都用抓包呢 知道說你這 沒有叫 依法來辦這個事情呢 你隨便要開槍就開槍呢 所以我給他改過來了 檢察官的打電話給我 你給我上了一課來 因為檢察官沒有 學過警戒使用條例喔 他打電話 你直接寫上去 我知道了 我有看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要 以後你要當指導官 指揮官 或者監督人家 你千萬要了解這一些 怎樣的內容啊 你才曉得 好 第五條 警察人員 依法令 執行 取緝盤查等勤務時 只有必要得 即使集中後 高級雙手 並檢察事後 持有凶器 只遭抗驅 而有受到突擊 注意者 以便利使用警戒 警察人員 應基於 合理使用槍械 不得益 必要的程度 第六條 第七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戒之原因 因消滅者 因利益停止使用 這個是應該常識 警察人員使用警戒之 因注意 呼傷及其他人 當然我們不要去傷 傷到別人 傷到別人要賠賞的 警察第九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戒之 如非情況擊破 因注意呼傷及人 致命之部位 其實你把它依法行使的話 你 射死他也沒問題 但是就不能講 不是故意的 你不能故意說 一定要受他 第四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戒後 因經過前期 即時報告 該管長官 使用警戒不再出現 這個使用警戒 尤其是用槍一定要報告啊 所以我看好幾位 不敢用槍啊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寫 但是在我帶的人啊 他都很謹慎用槍寫 經過一考 我修改的通通通依法令的行為 很好 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 以前去取敵那個 地下的 以前 不能上空的 所以他去 他的轄機 一個警察他就去取敵 很生氣啊 他一看 他就拔槍啊 一直嚇嚇 嚇嚇 嚇唬他 結果他裡面有看的是議員的 召開這個台桿啊 這個 一上台 他要拿槍之後 他們就 就來注射槍 就意思啦 不要讓他開啦 結果 搞得就 槍就開出去了 著火 著火 對 這個著火 他回來寫報告 到我這邊 你寫這個報告 自己要犯罪喔 所以這是不用心啦 這個警察很危險 這警察寫生條例 他怎麼辦 你不威脅啊 你要注射 我用槍來 先 向 向 向上面 射擊啊 先 也沒有傷到人嘛 這個很好寫啊 這個就是我要的 警告啊 警告可以先警告 用這個拼啊 事實上他是 戴槍 人家要搶他啦 搶他就是槍著火啦 就是這樣子啦 其實這個 他 不是真的要開槍的 這個也不要 也沒有這麼重大的 看那個上空的舞啊 你甚至上空的舞 沒有這麼嚴重 沒有這麼嚴重要拿槍嘛 你為什麼要拿槍呢 這個東西比例原則不行啦 照規定啊 你看這裡第13條就講了哈 你要不要司法警察人員 及 憲兵執行司法警察 憲兵可以帶槍 也是根據這個啊 他自己沒有制定法令啊 那 警署警察或者 若非經驢兵執行司法警察 優惠警察 他可以帶 但是哈 平常他都不帶 因為他沒有 有些 優惠警察 沒有受過 真正的警察教育啦 所以他現在電擊棒 差不多 第十四条里面 它说是警戒会经历正部受强 这警察机关习口不得定制 设卖或持有 为了警察机关末日 强项规定定制设卖 规定习口申请审查自销 这些都是做参考一下 第十五条 本条例只公布日实施 它这个法令有规定 最后就是说公布日 有些是要公布 一个月或两个月 有这种比较重要的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种急需的药 独特的它就公布 十四日实施 好这个原则上 这些 这些知道我们警察驻度就是这些 你不管你干什么单位 在哪里执行主务什么事情 起码要了解一下 不要去 所以有些以前金警一家 结果为什么把我带去做变 他是修改行政命令 我一样去 所以我入海空军我都带过 我去都是做领导一样 但是这个行政命令 它可以随便改 我们先讲一讲 这个这个受惠刺息维护好不好 受惠刺息我们民主政以后 我们有一个 这个受惠刺息保护法 这个以后我们假设真正治 可以说是比较多也不一定 比这个比较多一点 反思很好啦 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受惠刺息 所以一定要有警察来维护 这个小事情 但是打架啦 两个打架啦 来报案啦 或者有些什么事情 就这样子 我们原则上以做这个总则 来做一个说明 一个是法律 这个就是第一条 他也是 这也是单独法令 为警察而设立的 你要警察 你要干什么 你扮演的角色 当然你是要 依这个任务来 警察法的任务来实施 所以他就是 那要怎么 他要一个规定 要分择 就是说 你违法打架 为此伤害者 我给你拘留三天 就是比如这个这样子 所以这个才有这种规定 第一条是 它成立所谓刺息违法 第一条就是 为负共共刺息 确保所谓安宁制定 做制定本法 这是立法依据 第二条 违反收费刺息行为的处罚 以行为本法有明文规定 违线 这个里面就是 这是 第三条 行为后本法有变更的适用 裁刺史的规定 但裁刺前这规定 有利于行为人的适用 最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 这里面就是 你 假使 你要看这个考试 你原则上 是的 都照这个规定 你 假使有写过法令 让它比较简单 但是看 里面它假使有写这个适用 假使说适用 有利于行为 行为人的规定 但是有时候 他考试给你讲 不要 还是用 用这个 最新的处罚 他假使有 莫法有这个不利 有这个是才重新 重新 这个意思是才重新 重新主义 这个里面这一条就这样子 第四条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违反本法是用本法 这个一定没有道理 但是在中华民国领域外 这中华民国船舰和航空器内 违反本法的 则于中华民国领域内 违反认 这个就是讲实地主义 我们这个才实地主义 就是说实地主义就是 在我们本国内犯法的 当然要处罚 那在国外呢 这本国的航空器件 违反当然也是 视同我们本国的法律 这个简单 那这个里面我跟这个美国在一起 扶勤务那是叫做 Combano Patrol 凤和 凤和巡逻 凤和巡逻呢 有一次CIA CIA来给我报案啊 所以叫我去美军俱乐部逮捕人犯 我说No 不可以 为什么说不可以啊 知道吗 他是美军俱乐部啊 有挂一个美军俱乐部啊 有挂一个美国枸杞 那美国的枸杞 不是使用美国内可以办的啊 所以我当然拒绝啊 那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很简单啊 你把他驱除出境啊 把他带下来啊 我再派两位 在盟国把他接回来 就是移交啦 你不要乱 他不知道 有时候他虽然CIA他是 他也许忘掉了 我都不不晓得这个枸杞 美国枸杞他在挂 挂头好看好看美国枸杞 我不能随便进去逮捕人的 就像我们这里有这个本国 在国外的航空器啊 这个都是于本国内的 可以办的啊 当然他可以办 但是因为他是箭食 美军的箭食不可以办 军人不可以办这个案子 美军宪兵不可以办 只有交给我们办 所以我叫他带下来 我们移交给我们办 这样子才活法 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第五条呢 称以上以下以内的 既连本事应该晓得 连本事就晓得 以上比如说二次以上 包括二次对不对啊 因为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嘛 包括以上以内 以后过失精英处罚 但出于过失的得不得罚以激留啊 假使谁得以罚激留不可以了 对不对你们自己要晓得轻重啊 这一种 病得减轻之啊他就这样讲 出于过失的当然不得激留啦 激留三天也是算关了 现在警察总局 激留所空空的都不关了 为什么 警察分级可以关了 以前我们在做一线四个军 以前巡关的时候 我刚刚大学毕业回去的时候 当知识官啦 就可以关人了 当这个星期六什么 以执行官为止呢 这个可以关七天呢 最终可以关到十四天呢 但是我们这级警察权力过大 难遣啦 为什么 有一次这个女生啊 跑到泡厕所来哦 晚上哦 第二个哦 她来报案 结果送来到我办公室里 竟然是私仓 变成私仓啊 她哭得很厉害 外面下大雨 我一讲 一定有烟群的嘛 我是问她 你为什么会哭呢 她还是哭 越哭越厉害 我再问她 为什么要哭 她还是哭啊 第三次 第三次问你哦 假使你被烟万 被我关七天的话 那你至少麻烦的哦 我已经问你三天 她说天下烏鸭一般黑啦 我一看不对啊 怎么天下烏鸭一般黑 意思给我讲也没用啊 还是要关啊 我才不一样哦 你一定要告诉我 他把裙子一翻了 当然他转过来 他一翻了 内裤没有穿啊 他说我被强暴 怎么变成我是私仓呢 哎呦这个警察实在是 我说马当马 打电话给 派出所 知性官 我跟他讲 此日 此日以来 我说你怎么把他用私仓 送到我这边 他明明是被 他是干无理没有错 就是说他不是干无理 他这私仓的话 他仓支的话 十二点关门 出去你强暴他还是强奸呢 强暴罪呢 这个没有 这个何管他不是干最好的 你怎么把他用私仓 你抓不到人也没有去问 他来给我报 所以我就赶快 有吗 他说那个男生还在里面睡觉 我赶快跑出来 偷偷留意 不敢穿裤子就跑来 我马上派行事组的领言就去 当场查获 把他带回来 本来他要被关七天 后来我感觉变成被害人 被害人 我说你那是告诉乃论罪 现在放心自治罪 所以这个女生 男生也现在不能乱碰的 你不然那欢言就不得了了 性骚扰了 一下子就要关了 这是公事罪了 以前是犯罪是 等于是告诉乃论罪 告诉乃论罪 就你要不告不理了 所以这个意思 那强暴要不要提示告诉你 你要提示告诉 不要跟他和解 等到他起事以后 你再跟他和解 因为他恶劲了 乱搞了 我还教他做法律常识 他说你给他起事以后 叫他赔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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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 我说不行 你这样子精神未问津 你起码五十万 还可以申请五十万吗 当然五十万 那现在那个时候五十万很大 我说你做好事 你五十万你不要 你可以救济别人啊 很好啊 他说还可以吗 我说可以 你放心好了 他要自动跟你和解 没有问题 他听我这样子 我好高兴 所以这个警察你要好 等于是良心工作 你也可以救人 也可以做好事 我干了四十五年 讨论结果 这个因果关系不是没有的 我自己检讨有没有利用前线 前势去做坏事情 结果现在还好啊 没有这种事情 我只有照规定来 照规定来就比较好啊 像我这个年纪八十岁的人 照规定来啊 所以不能乱来 他们做事情要规规矩矩的 所以很多 我教过的 现在都是青水男 起码跟我同样接接游 当分级男好多 我会推荐人啊 只要他不乱来 起码我推荐的人都没有 这个跟女生有问题的 贪污的更没有 贪污有的我自动叫他辞职 我都这样子做 绝对没有 到现在好多 你不相信我 所以历任的局长 署长 升官的没有比我多啊 我都是推荐啊 他们相信我 所以我推荐了很多 所以干椎一行 假使你会做的话 是会善用法令 但是不要乱用法令 要用法令 你像现在将院长 还有很多人去保护他 开个庭 讲了又不对题 没有时间沟通好 他也不晓得法官要给他问什么 他也没有办法去联系啦 也不好 我能看 好 我们 这个 原则上我们把这个种子 都注意一下就可以 但是这里面有才是拘留的 什么 一定有先告诉你们要先看看 我看我考试 考试只有复习的 我没有那么多啦 结果他们还给大家 大概几次多少 多少条啊 一 两百条 我这个这是 不得了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吃两百条 没关系 尽量啊 他也不能把你杀掉了 这个要让人家知道 你要这个 这个 种子要知道一下 例如说 居留 一日以上 三日以下 还有依法加重的 不过抗力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 种子比较多啦 种子比较多 种子比较多啦 你看 对于现在不 这个种子里面 一共 这个要多看一下 然后其他 我记得他问我没有那么多条 怎么会变成两百条出来了 所以 所以他们总会考 你看有几位 考了三次的禁锁 每次都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啦 我要召集外事警员十位 十位 外事警察另外自己考 我要召集十位 他们这个承办人给我讲说 要 要十位警察 十位三位拟警 七位 七位男警 我说好吧 你就这样子嘛 这个姓陪七位 我很钦佩这个 我很钦佩女生 现在女生外国当总统很多 女生住上 我也用拟警 开始是我 这个 访问这个 美国印尼罗州警察局 我一去看 他们都是用面子做形容 我说 女生单独一位啊 带枪啊 我问他说 你碰到流氓怎么办啊 他就给我讲 带枪 对不对 我说带枪 你都可以随便用吗 我可以命令 现场的人逮捕啊 那他们不敢逮捕 不敢逮捕 我办他们啊 他们华里有这个规定 所以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 然后我问他们分机长 我说这个女生有没有问题啊 她是有 孩子生产怎么样 她说有啊 照规定啊 照医生讲的 啊 几个月 上班就上班 不能随便 就照那个警察 她有这种情感 所以我回来开始 请 请这个女警干 外勤的 我也请他们去干 派手主管啊 啊 所以他们去干的 比男生还不错啊 照样的 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种子 所谓知性五一复法啊 这个里面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 他有教理先看过吧 就 到 我 我本来都是注重 注重这个 这个种子 种子 为主 但是他们有 中央 有改变或者什么 那就 不知道 他是要问 就像我 召集这个十位 要召集 这个外事警察 我 请一位 这个 美国 美国人 来 这个 做 做面试 啊 比较好 啊 我在坐在旁边 那怎么问 他还懂得用 ABCDE 有五个版本啊 所以有一个人 首先进来的 先问 先 首先问的 第一位出去 第二个就问他 第三个就马上问他 都是问什么 哦 问什么 结果第二个进来 他用V版本呢 就是这样子啊 有些就是 稍微 有些不知道啊 方式实施 五一号 好 我们看这个 因不可抗力行为 这些 因避免自己 他能紧急为难 所以不得已 这行为不罚 这个应该是前面 前面这些 有罚令规定的 比较 应该起码都要 自己知道一下哈 你看 左类未满十岁 叫此 处罚 处罚比如说 居留一日以上 三日以下 一有加重时 活继不得 不要写六天 六天就 就错了 以前是加倍啊 但是 罚凡喔 罚凡就是加倍啦 但是 居留没有加倍 少一天 做考试 有时候都会 这样子转 他会转 转这样子 尽量啦 里面尽量去做哈 方凡 到 我看我这个 三个 这个重点啦 你看看 就是 出行 这个处罚的种类 热令歇业有六种 你看 末日也是 施以 单独的一种哈 深戒 以 失眠 或者延迟为之哈 里面各位 最起码里面这个 这个种子 看一看 都知道啦 临时我就有什么事情的 来给各位 报告一下 这个实际的情况 你看我 我跟美金在一起的时候 我为美金组长告我呢 他告我什么 也许是我太认真喔 他就告我说我命令他们 美金县兵闭口 他说他来抗议我是 为什么你叫 他是奉我巡逻 我为什么 你叫美金县兵 县兵一起配合大家 分散尊重啊 你命令他有没有 我说有命令他 不要 不要讲话 我承认 他来告诉我 他来告诉我 那时候还没有断绝外交关系 他就说 我有三条问题告诉你 你这样子不能给我 适当的回答的话 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外交关系 将因而断裂喔 这个严重的事情 那时候蒋总统 蒋老总统啊 他会抓我去枪毙的 你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的话 所以他竟然来问我 我就说好 请您请讲 第一个 为什么你叫他不要说话 美金县兵 我说有 但是为什么 我说 他我处理的 他带去那个女生 带去舞厅啊 他舞厅 他跟一个中国人去 结果那个岛游就跑掉了 人家把这个带回来 当然把他带捕回来 到我这边来啊 他说他又没有跟女生跳舞啊 怎么要六千块呢 收据呢 我说 他中国的风食就是说要 你开始去舞厅的话 就开始有叫女生的话 他就开始算时间了 不管你又没有去跳舞不跳舞啊 他是这样子的 跟美国风食习惯不一样的 所以我叫他 三十块 我首先跟他沟通好 你不要拿六十块 六千块嘛 你三千块 那个给女生就好了 你不要 你自己再好 跟他沟通好了 他说你能够帮忙什么 我就是 叫你美国帮忙你 美国 美国 我还是我自己 我还是我好处 我当然叫他不要讲话 你讲话就是讲错啦 你不会办理这个事情啊 因为你这个 先兵族 他不一定是受个 这个警察教育出来的 他是随便派的 从上派来的 所以你不知道啊 所以他同意我的说法 有些事情啊 所以他打架啊 告诉我到他们的 这个美金县兵组 美金县兵 美金县兵 精华处啊 这美金精华处 他的管辖部所 不能管到我啊 但是我不去 那不去那个精华处长 他打电话给我 我说 帮帮忙 能够把我这个case 能够准备 我说 那怎么办 我说你用小飞机来接我 他们处长都有小飞机 我是故意给他 不想去了 所以我感觉给他难题 他说好 我马上派飞机 到小港机场接你 哦 那个时候小港还没有 经济还没有分开 还没有下开 好 结果我还是去了 我是这样 这是用 用正当防卫啊 因为三个水兵要打他嘛 他拿棍子来推啦 所以我用中华民国的刑法 拿去给他讲 我这样子做 我怎么袒服中国人呢 所以他就讲 那可以很好 他说 I agree your appointment 好你可以走了 我可以接案了 我说那我回来 又没有高空空气 你还是一样要送我回去啊 好 知道知道 还用小飞机 他们都有小飞机 你看 社长 这个就是跟他们 就是要依法来办 我现在所谓持续维护法 这里面 我不知道里面 要前面看 他假使都出题目的话 也尽量啦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看过 他也不让我看 他看我 讲课的话讲出去了 所以我看 各位有什么 假使只有需要的 或者有什么问题啊 提示老闆到了 八点半 我们就解释 这三堂课好不好 有 对啊 他 我是叫他们不要 原则上种植为止 他怎么怎么挤到两百一条 我都不知道 他都故意 我看浸所 考浸所的人 他说 考了三次 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很钦佩我们这个国会长啊 他这么年纪大 他还是硬要考 考不及考 要尽量考 我就很佩服他 所以女生要像他这样子啊 一定要考 不管他 好几位 我看 其实叫我考 我也不会考得去 我这个就是这样子 我看我 我为什么要讲 我这警察 我这干警察 我这干警察 为什么会干一个干外事警察 我外事警察 刚刚到南关中学 有没有新营的 南关中学啊 南关中学啊 进去的话 他就要 第一堂课都是 都是人家说上海班啊 都是上海人啊 包括中 这个 教国文的 哎呦 这个相应更不得了啊 说标准国语都没有 他们讲国语还差呢 他一讲 你看 这个教我们国文的啊 他 讲一句俗话 他就讲 一个诗啊 我讲 读给你们的 穿在世 博得影啊 博博斯佳 有谁听都懂啊 这句话 青的山白的影 花花世界 他不念 结果我考考试 考了六五十六分啊 红笔学 五十六分四搜五日 也要六十分啊 我去抗议 因为他一颗不及格 就要留级的 南关中学啊 他说算你及格啦 没有问题 那结果你不 写六十分 写五十六分啊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还好 一颗还是通过了 好吧 我看有机会 有的实力蛮多 但是因为重点 就在这边知道 所以犯罪中环 当然很多啦 最好的中环方式 就是你每件不能吃案 每个案子都可以破 这样子就是能够预防 那将来我们民众 有朝义用鞭刑啊 不要关的 要么就是死刑这两个 我支持我们秘事长的说法 好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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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